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历了这场惊魂时刻 有乘客描述 听到巨大的爆炸声 并看到火焰从发动机中喷出 机长迅速应对 把飞机安全降落 幸好没有人受伤 机场首席执行官表示 这次事件可能是由鸟机引起 目前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天字飞机烤鸭 维珍澳大利亚航空的惊魂飞行 卫报报道 一次普通的飞行 变成了一场惊险万分的惊魂计 当围珍澳大利亚航空的 一架波音737-800 准备从新西兰皇后镇 飞往墨尔本时 没有人预料到 这趟旅程会如此火爆 周一晚上 这架飞机刚刚起飞 便因一似鸟机 引发了一场紧急降落事件 起飞机点燃鸟机的火光 飞行追踪网站显示 这架飞机并未按预定航线 向新飞往墨尔本 而是立刻向南转向 美国联邦航空局FAA 指出飞机在飞越南岛时 进行了一次保持模式 然后降落在 因福卡吉尔机场 这去皇后镇约150公里 机上载有67名乘客 和6名机组人员 幸运的是 所有人都在离开皇后镇 约50分钟后 安全降落 并在停机坪上 受到消防车的迎接 维珍澳大利亚航空首席运营官 斯图尔特·阿格斯·史特·X 表示 目前我们不知道乘客或机组人员受到任何身体伤害 根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 乘客们惊讶地看到 其中一个引擎冒出火焰 并听到巨大的爆炸声 乘客的惊魂时刻 火焰与哭声 乘客迈克尔·海沃德告诉ABC电台 在飞机起飞的10秒内 他听到最响亮的烹声 机舱内充满金色的灯光 右侧引擎火焰四射 这一瞬间海沃德与其他乘客一样 心情忐忑不安 当人们意识到出了问题 机舱内响起了一些哭泣声 我可以看到火焰定期从引擎中喷出 海沃德说道 并补充机长 后来告诉乘客 飞机撞上了一群鸟 最初有一种担忧 但不久后 人们便意识到 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所以只要坐下来 放松一下 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发生 鸟鸟的原因与预防措施 皇后镇机场首席执行官格伦 索里 Glan Seri 周二表示 一只被引擎夹住的鸟 是这起事件最有可能的原因 在这个阶段 我们认为 这很可能是一次鸟鸡 但在因福卡吉尔的工程师 检查引擎之前 我们将无法确定这一点 Sorry告诉RNZ Seri解释 鸟鸡是一种已知的风险 但事故并不常见 皇后镇机场 定期采取风险管理措施 包括保持草地矮小 不允许附近积水 从而减少鸟类聚集的机会 如果你把一只更大的鸟 吸入引擎中 这看起来 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 发生的事情 纳膜 取决于它在引擎中的位置 它可能会损坏关键部件 Sorry补充到 在飞机起飞前两分钟 检查了跑道 没有记录到鸟类活动 飞机备案 但引擎运行与安全着陆 虽然飞机遇到鸟机 导致引擎起火 但波音737-800设计上 能够使用一台引擎运行和降落 然而这次紧急情况 促使为真澳大利亚航空航班 根据预先确定的安全路线 比开附近山脉 转向阴府卡吉尔机场 皇后镇机场发表声明 确认该航班 起飞后出现问题 并被转移到阴府卡吉尔 乘客在阴府卡吉尔过夜 然后被送回皇后镇机场 预计他们将于周二 预定飞往澳大利亚的替代航班 鸟机频率不常见 但不可忽视 根据新西兰航空监管机构的数据 新西兰机场的鸟机事件并不频繁 每一万架飞机中 约有四架会遭遇鸟机 虽然这一数据看似不高 但对于飞行安全来说 预防鸟机的措施 仍然至关重要 飞行结语 惊险中的幸运 这次为真澳大利亚航空的惊魂飞行 无疑让乘客们感受到了一次 不寻常的冒险 虽然心情忐忑 但最终的平安着陆 让大家长输了一口气 这次事件也提醒我们 无论技术多么先进 自然界的意外 总是无法完全预料 但只要有完善的应急措施 和专业的机组人员 我们仍然可以在惊险中 找到一丝安全感 所以 下次你登上飞机时 不妨带上一点幽默感 毕竟 飞行中的意外 有时也只是生活中的一点调味剂 也许 当你听见飞机引擎发出烹声时 你会微笑着 想起这次为真澳大利亚航空的烤鸭事件 在这个充满惊险刺激的天空世界里 鸟类和飞机 似乎进入了一场难以避免的冲突 你可能以为鸟的天敌是猎鹰或者猫头鹰 但实际情况 却是飞行中的飞机 特别是那些高速飞行的喷气式客机 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指出 30年来 鸟鸡事件已经导致数百人不幸身亡 从2013年到2018年的统计数据 更是显示 这些事件给航空业带来了 高达3.4亿美金的经济损失 看来鸟类不仅是大自然的摄影模特 还成了航空业的头号敌人 那么 这些鸟类究竟是怎么变成空中杀手的呢 半岛电视台的一篇报道 揭示了这背后的惊悚故事 某个宁静的午后 一群鸽子毫无预警地 飞进了一架正在起飞的飞机引擎里 结果可想而知 引擎失灵 飞机被迫紧急降落 这种情况并非个案 实际上 每年全球都会发生多起类似的鸟鸡事件 其中有些甚至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 例如2009年著名的 哈德逊和奇迹中 机长苏力成功地将双引擎失灵的飞机 迫降在哈德逊河上 挽救了155名乘客的生命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正是一群加拿大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机场和航空公司可是绞尽脑汁 东道新闻爆料称 目前一些机场 已经引入了高科技手段 来防止鸟类靠近飞机 其中最有效的工具就是雷达 通过雷达监测 机场能够实时追踪鸟群的动向 提前采取措施 驱赶鸟类 至于驱赶的方法 那可真是五花八门 从放鞭炮到使用声波干扰 甚至有些机场 还雇佣了专门的鸟类管家 训练有素的猎鹰来驱赶小鸟 然而 尽管防范措施层出不穷 鸟鸡事件还是频频发生 维珍澳洲航空公司 最近就遇到了这样一起事故 据东方日报报道 维珍澳洲一架波音737-800型客机 在新西兰昆斯敦机场起飞后不久 一个引擎突然起火 导致飞机不得不紧急降落在南岛的 因福卡吉尔机场 所幸 这次事件中 只有一名乘客和一名机组人员受伤 而飞机上的其他人员都安然无恙 维珍澳洲表示 造成这次事故的罪魁祸首 正是一群飞鸟 这次鸟鸡事件对维珍澳洲 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尽管飞机最终安全降落 但引擎失火的场景 让乘客们惊魂未定 有位乘客在社交媒体上吐槽 我本来还在考虑要不要点 一份机上的鸡肉餐 现在看来应该感谢那些鸟类 他们成功地把我从这场美味 但可能是最后一餐的噩梦中解救了出来 说到飞机故障 纽西兰总理拉克森最近的经历 堪称空中历险剂 尽显尴尬 据网易援引环球时报的报道 拉克森和他的团队 在前往日本访问途中 乘坐的新西兰国防军专机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穆尔兹比港 突发故障 拉克森和三名工作人员 不得不临时改成商业航班 绕到中国香港前往东京 而随行的贸易部长麦克莱 和数十位商界领袖 则滞留在穆尔兹比港 这个小插曲 不仅让拉克森的行程大受影响 还让他的出访时间 从原计划的三天压缩到两天 根据报道 这架问题多多的波音757飞机 已有30多年的高龄 这次故障是因为保险丝熔断 飞机只能飞往距离较近的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进行修理 英国卫报报道称 这已经是拉克森担任总理后 三个月内 专机第二次发生故障 上一次是在今年3月 拉克森本来要前往墨尔本 参加澳大利亚东盟特别峰会 结果也是因为专机故障 最后不得不改成商业航班 面对这一连串的尴尬事件 新西兰国防部长朱迪斯·科林斯 在采访中表示 持续出现的飞行问题 确实令人尴尬 国防部正在考虑 从现在开始 让总理乘坐商业航班出访 看来专机虽然看起来高大上 但老旧的装备带来的尴尬 可是真实的 不仅如此 新西兰国防军还面临着装备老化 和人力短缺的困境 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 新西兰目前正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 在民众生活困难的时期 政府很难花费巨资 购买新飞机 这也让人不禁感叹 即使是总理也要共换纳啊 总结下来 天空虽广 鸟和飞机 却不得不在这有限的空间里 共舞一曲 这场空中的战斗 每天都在上演 机场 航空公司 甚至是国家领导人 都在这场舞蹈中寻找平衡点 从高科技的雷达监测到 猎鹰驱赶 从紧急迫降 到临时改成商业航班 每一个故事都显示了 人类在面对不可预测的自然力量时 所展现的智慧和应变能力 希望未来 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让鸟自由翱翔 而飞机则安全飞行 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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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